大家好,我是羅傑教練 今天來談談有些朋友在剪輯時的疑問 為何影片長度會莫名的增加呢? 如果遇到這樣的問題,又該如何解決呢? 我們以這一個專案為例子 需要用到的素材,我都已經匯入到媒體庫裡面來了 那軌道呢,目前看起來也都是空白的 所以我如果直接呢,把影片往軌道裡面一拖 好,目前我的影片的長度呢 如果我把這一個時間軸拉桿,直接拉到這個位置 好,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段影片片段呢,是13秒 那我的總影片長度呢,會是多少呢? 要從哪裡去看? 可以按這個輸出檔案,點進去看一下 很奇怪的是,明明我的影片內容只有13秒 但是這邊呢,它確實出現23分鐘03秒 那多出來的部分到底怎麼了呢? 我們可以拉這邊的預覽的拉桿來看一下 欸?在這裡 前面都還有東西喔 可以拉到中間來 沒有東西了 黑黑的 如果說我沒有去注意到影片的總市場 而直接做一個算圖的動作 那我算出來的成品呢 它就會是23分鐘03秒 為什麼會產生這個問題呢? 我們先回到上一頁,編輯的頁面 會發生這樣子的問題呢 有可能我們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遺留了一些碎片在軌道裡面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軌道做一個縮小的動作 讓我們可以看得更廣 拉到這裡呢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一個小時內的這個內容 這個時候呢 我們從主片段的後面 不要去框到主片段喔 從主片段的後面 按住滑鼠左鍵 往後面 這些整個區塊把它選起來 這個時候我們放開左鍵 你會發現 欸? 在大約呢 23分鐘的這一個地方 有一張圖片 大約在這附近 有一張圖片 那這張圖片要怎麼解決呢? 很簡單 我們就直接點了這一邊這個按鈕 叫做更多功能 還有一個移除 按下去 那呢 這個時候我們再按輸出檔案 來看一下總片長 回復到原本 13秒的位置 假設說呢 用剛剛的方法 找不到軌道裡面的碎片 那怎麼辦呢? 有幾個方向喔 一個呢 是說我們的軌道可能不只 目前看到的這三個 那你就要拉旁邊的摺拉桿 往下拉看看還有沒有其他軌道 然後呢 重複做一樣的動作 把碎片呢 給找出來 並且做刪除的動作 如果萬一呢 不管怎麼找都找不到碎片的話 我的影片長度呢 也跟我實際剪輯的影片長度不一樣 那我應該要怎麼解決 怎麼處理呢? 其實是有方法的 在我們輸出的這個頁面裡面 它這邊有兩個按鈕 這兩個按鈕呢 就可以來幫助我們來解決這個問題 怎麼解決呢? 這個是我要開始運算的這個標記 我先點一下 代表它是從00的位置開始做剪輯 假設說你前面的東西不要 那我們一樣把它拉到 拉到我想要開始的地方點一下 這個時候它就會從 5秒的位置開始做剪輯 好 不管 我們現在呢 是要從00的位置開始做剪輯 再來呢 還記得嗎? 我們這個片段就只有13秒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拉桿 拉到大約13秒的位置 大約快到囉 好 這邊是不是結束了 退到一個理想的位置 13秒的位置 這個時候呢 我再按這個結束標記 還要仔細看我們這邊的這一個顯示 點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原本後面這邊長長的地方不見了 代表我在輸出的過程當中 我只輸出我標記的開頭跟結尾 那後面呢 多出來的呢 就不管了 後面這邊就不管了 為什麼? 因為你從這邊可以看到 所以我的影片長度 只剩下13秒 這樣子就可以解決了 我們這一個影片啊 莫名其妙的 被加長的這一個問題了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這裡 感謝您的觀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在這裡 我們下部影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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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